身后的这张照片 乍一看它就是普通的楼房 但是你仔细看一看 这个楼房的窗户可不普通 其实那是加了引号的窗户了 这就是山东青岛宜昌美景小区 这是一个经济试用房的高层小区 那么这个小区三座楼体的一侧 整齐的装有很多窗户 不过你仔细看你就能够发现 这些窗户它居然是绘画作品 远看绝对是能够以假乱真的 有人认为这挺有才的 有人就说了这简直就是神笔马良的节奏 很多人又问了 难道是神笔马良它在线江湖了吗 当然质问的声音更是直指 这是为了给谁看 不带这么糊弄咱老百姓的 这网友也爆料了 除了画上去的假窗子 这灯也是装的歪歪扭扭 至于是施工方偷工减料 再听听人家怎么回应的 人家说了画的窗户是装饰用的 假窗在公共楼梯间外 对小区的住户没有影响 昨天青岛市规划局也就回应了 说设计单位画蛇天足 虽然不影响使用功能 但是造成了社会误解及不良影响 那么已经责令建设单位立即整改了 就是这一扇扇 以假乱真的窗户引来了舆论的热议 新京报的官方微博就评论说 透过假窗可以看到什么 房子是用来住的还是用来看的呢 而重庆商报也说了神笔马良画不出民生工程 涉及民生利益的金氏房 大家并不希望玩什么花哨 实在耐用它就行了 对